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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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 不阻礙大家時間 不過我不是現在的講話 我有話講 四十年就很多話講 我不止四十年就接到他們 那就更加多話講 他是一個有天才 而不去用天才 不去似天才的人 這個是很難得的 有天才 但是只是天才可以不可以 大家都知道是不可以的 他是知道的 所以他是沒有似天才的 有人事關係 他也沒有似人事關係 一比自己老年 這個是事實 一般的事實 是我眼看著的 我相信在座座很多人都看著的 不是只是我的 還有一件難得的 就是他對於整個環境 就是戲曲界的環境 他是很有獨特見地的 就是怎樣災陪什麼人出來 應該是吧 就是應該哪個部份不夠的 他們是很緊張這樣去的 在疫情裏面 我也很害怕的 其實成立一個零宵藝館 是吧 在這樣的環境底下 經常我們的心想 為你為止得多久 這是事實 我沒有講假話 結果他們都可以衝出困難 是令到靈宵藝館成立了不獨自 是可以延續地做事下去 他自己 我知道他的心意 都是不斷去栽埠年輕人 不斷去跟年輕人溝通 當然了 他溝通的手法 其實很多我都不懂的 他告訴我 我在做什麼 我說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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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成功 其實我不會的 我都不認識他 他認識他 他認識他 他謙語而已 他不認識他 老婆也認識他 其實他也不認識他 他也不認識他 他又再學習 所以 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但他又不像聰明 他一點都不像聰明 他做什麼聰明 又沒有 他真的用風氣上來的時候 就是24個小時 然後就去迷勤他做事 這個呢 就是我們 我講的年輕人 就算哪個年紀的人 都應該是做這個 是不是 如果不是的話 你覺得自己都很聰明 這樣就糟了 是吧 那就不行了 自己就停了 是吧 那個停頓呢 是對於藝人 是一個很致命的商品 所以我就說 給大家聽 高潤紅 就不停頓了一個人 但是他成功了一樣的 就得到上床獻記錦 做了皇帝上升 每個都是這樣 他是做的 這件事 是一路一路幸上進 我還想問他一句 你到底 你的抱負 想去到哪裏呢 《月劇國際化》 就是唱英文 就是唱英文 國際化到他們 學廣東話在我們做月劇 這個就是緊要了 你說月劇講英文 國際化呢 其實是不通的 大家都知道是不通的 但是他可以做到 喂 要些外國人去學廣東話 不聽我們的月劇 其實這個是可以做到的 我們五千年文化 很多詩詩歌苦 都是非常令到外國人吸引 我覺得 和詩詩歌苦 都是用我們廣東話來講 是比較好聽 我覺得這件事可以從一個點人 是嗎 聰明就聰明了 我們說了不說了 說不通的 他們兩句話說不通的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在這個時間 我們繼續請出 另外一位 為我們主任的嘉賓 就是米雪姐姐 也是粉脈登場 參與我們月庭演出的 掌聲有請 我真是後悔到後悔了 這麼多位前輩在這裡 各位來賓 各位前輩 你們好 我相信大家認識晓瑩 應該是由她做電視劇 是不是八歲 你是不是八歲 還是多少歲開始有 好 八歲 哦 八歲 是的 你曾經是做過電視台的主持 合賽團車 看著你的成長 我就是因為 我為由拍攝電視 剛好和你有緣 就是一樣的天空認識 有高師傅和曉映 幫我 因為裡面有一段戲 就是 成長 是的 有些花彈 有些唱 有些功架 幸好這兩位幫忙 教我一些做手和唱康 在這裏多謝你的 謝謝你 剛好她跟我說 就說 我們要成立一個藝館 我好啊 好啊 誰知道呢 又順理成章 又和你們一起做了一個直播 是的 我知道 他們銀館 是以最新的意念和手法去呈現這個戲曲 以及栽培新一代的新目標 在這裏呢 就是我在這裏公祝你 藝館 剛才在那個晶晶日上了 我都才多謝 發光 再掌聲 謝謝 請兩位老婆 我們有個簡單而隆重的 揭畫儀式 這個揭畫儀式就進行了 好 一齊 倒數 3 2 1 大子童徒 先經的水 公眾藝館 可以大子童徒 每天都視視順利 好嗎 在這個時間 我們和幾位嘉賓 拍一張合照 對 我們的民間 我們堅持 我想 我們 我們 如果 我們